- 投資報酬率是你管理客戶廣告活動的利器,因為這項資訊可以幫你決定。 我覺得這題實在是爆炸的簡單,因為答案就是異常皆是,你可以調整,你要怎麼樣調整客戶的預算,怎麼樣把客戶的關鍵字或是文案最佳話很重要,全部都很重要。 所以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投資報酬率怎麼算,我覺得有時候是換句話說啦,就是有時候你跟客戶溝通,如果你只是跟他說CTR,CPC,CPA,他會說,你說什麼? 可是如果你跟他講ROS,你跟他講ROI,你跟他講KPI,我覺得他會比較懂,所以有時候你要跟客戶溝通,你要適時的去翻譯這些話,你不要妄想客戶一秒就會懂GTR是什麼,你要去跟他聊他懂的這些預言。 好,廣告客戶他必須定出ERROS廣告活動的目標,為什麼目標這件事情這麼重要呢? 因為當你有目標的時候,你當然就可以對帳戶去進行策略性的調整,提高成效,什麼叫策略性的調整? 我知道我的目標在哪裡,我知道我現在的目標是提升CTR,或是提升conversion,或是提升,或是降低CPC等等等等,都合理沒有關係。 可是你只要確定你的目標之後,你就要開始對帳戶,你就去思考,那我現在應該要怎麼樣去做調整,我的廣告才會變好,我應該要怎麼樣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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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樣。 好,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對帳戶進行策略性的調整,然後去提高你廣告的成效,這一點還蠻重要的。 好,接下來我們往下看,我喜歡這裡,來看一下。 因為太長了喔,你看一下,好,等一下請大家投票喔。 我最喜歡這樣的客戶了,只要投資報酬率良好,廣告預算就沒有性質,哇塞,我真想遇到這樣的客戶。 但是有啊,真的有啊,國內也是有,但就是你要做的好。 我相信已經很多人在執著在那些數字,到底是15塊還是10塊,到底是7%還是什麼? 但是應該有同學發現了這一題的破綻在哪裡? 我同學好不好,你覺得A的舉手,你覺得B的舉手,你覺得C的舉手,你覺得C的舉手,非常好。 就是這樣,就是這樣,他跟你講10塊15塊7%一點都不重要,題目有講嗎? 題目沒有講,你怎麼可以隨便幫人家訂10塊15塊的7%? 當然不可以,所以你要先去判斷你的廣告有沒有獲利,對不對? 有獲利的話,你再去講辦法去測試,測試出來之後,你再去思考哪一個金額可以幫助你帶來最好的獲利的成本, 好,去做一個好的配置。 好,恭喜大家,我上完了。 好累,對不對? 你知道裡面的題目有寫聽嗎? 我自己有算過喔,不能講,當講了之後,你們就會太適從地教,教不可以。 好,你們還要認真的考試。 OK,好,反正題目就是,目前都是新版的啦。 那我提醒大家,等一下你考試的時候啊, 考試我相信大家邏輯都知道,你用自己去考就好。 考試的時候有幾個重點,如果你有看到,我上課沒有講到的,不要慌張。 不代表你沒有聽到,或不代表我沒有講,我是真的沒有講啦。 然後呢,另外就是,但是你要怎麼找答案? 打開說明中心,把那個詞丟進去,它就會告訴你,這個是什麼東西。 那當然你要自己找答案,我覺得這個不算是作弊, 這應該算是你要知道怎麼樣找資料,因為我個人也常常用說明中心找資料。 所以你在考試的時候,你就可以開在旁邊。 好,然後我會解釋的是什麼? 那個題目的中文寫很怪,我會用白話文,你可以叫我過去,我會用白話文解釋一點給你聽。 可是如果那一個題目是我完全沒有講過的東西,而且我知道說明中心裡面有,我就會請你查。 所以呢,如果你問我,我跟你說,去查說明中心,不要不代表我不理你。 而是說明中心裡面就可以查,我會獲得的是中文的,就是翻譯比高的部分。 好,那所以我們人會在這邊,你隨時都可以cue我過去,我會陪大家考完。 然後呢,如果你OK了,你上完什麼,你身心靈,你覺得都沒有問題可以考試了,你就可以開始考了。 基本上啊,你考試成天應該會比上一次的好,比論每次都是這個樣子。 OK,好,如果大家OK的話就可以開始考試了。